大家好,今天玩的是葛拉龍戰 這次的套牌也算是天梯裡面也算主流的一個套牌 這副套牌很好鋪場又很好解隊什麼怪 因為本身的怪都是有附帶衝刺效果 前期有抽到單輪機器人和城鎮通報員 玩起來都是蠻順的 那麼這場剛好兩張牌都有 那騎手有一張變身卡我們也是直接留下來 因為戰士祈求跟薩滿其實蠻像的 都是比較容易觸發的 那希望七費準時變身的時候又直接補一波支援 那抽出來的每張生物都可以加四次的體質 那如果加在滅龍之翼身上的話是非常厲害的 它直接等同於七六三隻 而且可以跟對手優勢交換再贏得場面 那當然不只有這個combo 它還可以配合炸擊勇者加上血勢傭兵 直接做一個暴力的傷害 那我這一次的是葛拉龍戰 那我之後也會出一個比較暴力的葛拉戰士 那主要是這一套比較多人玩 所以我也是偏向於主流在跟大家分享 那這場對手也是非常主流的一個套牌 葛拉薩 那也是上部影片就出過一個很詳細的教學 雖然是很快就衝上了錦柚 可是睡起來又發現又很多人上去 直接又被踢下來 那對手也是跟我們有點不太一樣的牌組 因為葛拉薩還有一個版本 就是可以比較玩偏控制的 因為大家發現我之前玩的那一套就是 7費9費的孝葛龍丟完了 那就沒有大招可以丟了 那為了可以讓他壽命比較久一點 他可能會再放一些解牌 然後反而就是節奏比較延後了一點 那葛拉克朗戰也是有這樣分 快和慢的區別 那我這一套的話應該是比較多人玩的 比較中速一點的 中速葛拉戰 我也有玩過有帶鬥毆和比較多的解牌 踏上征途 但我覺得那一種牌組的話就是偏向於打那種陸術 快攻類型 是提高更高的勝率 那也有就是 我說的比較暴力了 暴力的話我是比較有興趣的 因為平常壓力也很大 那我們總是要找東西來發洩 但我們不能傷害人 那我們只好在遊戲中打爆對手頭 現在講話也是不能亂講話 什麼百人斬什麼的那種是不能亂講話的 不是不是我是說我遊戲百人斬 那這裡他因為跟不上我們的節奏 直接打出一個不完全體的葛拉克蘭 那他這個也是比較帶偏控制的 所以有帶一個衝刺吸血 那這個就很明顯就是要防快攻的 而且他也是帶比較多的解牌 那我也是要趁早收拾他 那這張對手生命竊取怪 我們也是要解掉 不能再給他吸更多的血量 那這邊神廟狂戰士壓力看起來也很大 我們直接給他一把刀 然後讓他砍自己 砍自己突然就變強了 那這武功也是直接踢到對手頭上 那他是有龍蹄的 龍蹄的話他應該是選AOE吧 那也是直接掃5D 那還好我有個死亡之聲和重生 是不會被完全被燒場的 那他這裡翻了一個天生技 沒有風暴元素 那我猜測他應該都是帶比較大型的解牌 像地震術哈加薩陰謀 但我覺得地震術的話 有點不適合這版本的環境 因為葛拉克朗薩很多 那他變身葛拉克朗的完全體 又是個88衝刺怪 那你地震術只能打7D 那是掃不乾淨的 那是蠻尷尬的 那遇到復活木的話又很好用 也是看現在的環境吧 那我現在覺得薩滿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不太適合帶來地震術 那這裡對手打出龍盤狼軍 而且還兩張 哇 這樣我解不掉 因為我龍踢最多也只能少5滴血 那我們只帶一張的蘇醒 居然被我們抽到了 那我們直接配合龍踢 直接剛好打出6滴掃場 那剛好也是個祈求效果 直接在拿3點攻擊力 完美斬殺這個薩滿 第二場打的是術士 現在感覺術士也是越來越多的跡象 因為葛拉露術 那一一小鬼一直撲一直撲也是很爽吧 然後而且可以配合很多的打點 又配合海巨人 那麼騎手流牌也是抓能解他的生物為主 那這衝刺422 瘋狂幸福 在打露術的話也是蠻好看快的一張牌 他可以直接衝刺解一隻 你的英雄就可以直接3攻又再解一隻過來 一費沒有丟東西 二費抽牌 讓我覺得他好像不是快攻入宿了 那我們場上的苦痛 有機會配合殘酷的兼攻 那右手進了個城鎮通報員 我們先一費抽牌抽一下 然後再打出殘酷的兼攻 這樣的話我們才不會避免抽到衝刺怪 然後等一下反而抽不到衝刺怪 那他是有帶葛拉系列的 那他為什麼前期這麼不順 還是他是一個偏慢速的葛拉 那也是解掉我們一隻怪 那我們還是不要貪心 我們還是乖乖解掉他的衝刺生物 如果我猜測他是比較慢的葛拉路數 那可能是有帶火焰災禍之類的結倉卡 所以我還是保險旗艦解一下牌 那每個帶葛拉克朗系列的 都一定會帶瘋狂幸福和葛拉克朗之盾 這兩張牌其實都是蠻好用的 因為他是個545的體質 又可以配合祈求效果 所以也不會到太差的一張牌 那這回合的話我們也不用再去防火焰災禍了 如果他要有的話 應該等一下還是解掉配合祈求效果 那我們還不如把傷害都打在臉上 下回合進炸機 有機會直接斬殺獸頭 哇那他還有帶個海巨人 那我真的看不太懂他到底是什麼牌子 那這個海巨人我們不能視而不理啊 我們直接打出我們滅龍之意 然後給他個心靈之怒 配合我們的血士傭兵 這裡一隻怪要先去自殺 再打出我們的嗜血傭兵 這樣才不會卡那個7個位置 然後他一直變魔術變來變去 我真的是搞不太懂他到底是露術 還是什麼比較慢的術士 我又有開朗小幫手 那就是個很卡的露術 那為什麼前期都怎麼可能 而且他還是要帶邪惡陣線天才的 我可能他前期真的都是沒伊菲手下 手上又去卡邪惡陣線天才 他又不想要直接空丟 所以才會忍到現在吧 那我也是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就贏下了這一場 那第三場打的是薩滿 其實我們看到我們單人機器人 直接流下來 那其實我覺得這血士傭兵 好像應該要流 因為三費能丟個333 又可以付出一隻怪 其實應該算是不錯 我們也不是說很難去受傷 這一點傷害是有可能製造出來的 像我們手中就有個心靈之怒 和暴怒 我們直接貼上我們的伊菲生物 那我三費的嗜血傭兵被我換掉 這時候就覺得很尷尬 那我們就看下一首 會抽什麼牌 沒錯 我們想要的牌 自然就會來 你又可以 我猜觀眾一定是想要這麼說 但我每次都很衰啊 讓我睡一次會怎麼樣 對吧 那現在的盜賊 不用我講也都知道 無雙賊 所以我現在不知道 youtube裡面要發什麼教學影片了 因為牌組就這樣 環境就這樣 你要我玩一些比較特別的牌組 那也是非常難贏 勝率也是非常低 現在環境就是非常穩定 我現在能出的 比較熱門的牌組 基本上都已經出過 其實各位也知道 羊羊是非常熱心助人的 所以你們留言什麼牌組 我基本上還有在試 只不過是一直輸一直輸 痾...那這一副牌 到底要改哪一張才會更好 這牧師的格拉克朗 是不是壞掉了 為什麼都贏不了 那我覺得我都拍 如實教學影片了 所以觀眾有什麼 想要看的牌組 我也是盡力玩給你們看 雖然分數維持掉 所以不要問我 欸羊羊87名怎麼變成877名 這你就不懂 我在test 我在test他 懂嗎?我只要掉分 就是在test他 嗯?那這個無雙賊 陰費的怪現在還丟 原來是想要配合無賴啊 那我手中剛好一把武器 我可以直接解掉這個無賴 這無賴應該是要解的 不然他女巫幫中進化一下 他直接變成是廢生物 那我的場優就可能 沒像現在這麼強 南海水手配合一把刀 我是想要把我們的重生都砍掉 是不是? 不想讓我們嗜血傭兵 做個複製 然後我怎麼發現怪怪 現在的人怎麼都帶一些 我不太清楚的牌 不然就是打得好奇怪 路數就打得很慢 而且他有帶 林皮獸 難道是夢想牌組 死神巨賊 那我也必須趕快敲死他的頭 不然他這樣子 仰起來的話我就是沒辦法擋住他的攻勢 無面幫眾 無面幫眾 配合腐化者 這樣子還是很強 雖然腐化者被改弱 但拿來抗快也是蠻不錯的一張牌 那麼右手技能 御龍者 嘿嘿 又讓我們賽到了 那我們直接複製我們滅龍之翼 再打出滅龍之翼 直接再拿到三隻332 他就可以輕鬆解掉他的場面了 來 想說 這樣怎麼辦 虧著節奏打 那我們手中是有個炸雞 和心靈之怒 和嗜血傭兵的配合啊 我們只要活到八費 應該是蠻容易活到八費 然後把他壓到斬殺線 不要讓他回血 就可以一波帶走他 那他這裡有個背叛 我覺得其實他找的也是不錯 只不過他打的人是 超級癢癢 拜託不要再叫我胯下癢癢 我在巴哈的工業文 居然還有人看到叫我這個ID 我比較喜歡七龍珠啊 所以叫我超級癢癢 我還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回合非常的尷尬 我們手中卡了一個心靈之怒 和一個血式傭兵啊 那我們不能被看破手腳 所以我們要猶豫一下 然後再丟出我們血式傭兵 啊 沒東西好痛苦 沒辦法複製 然後其實我們手中還扣了一波 嘿嘿 下回合直接帶走 那他也是拿了全部的資源啊 這TIG都下來了 直接來解我這生物 那11滴 我們炸雞 加心靈之怒 血式傭兵 是16滴血 綽綽有餘 新年快樂 年年有餘 那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有什麼想要玩的牌組 或想要跟我討論什麼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明天達到按讚數目標 也會準時發片 然後有人問羊羊說 去哪邊撿回收能一起撿嗎 不行 反正聲音會被搶走 在影片下方留言 也會被搶走 在影片下方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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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ler